《环球时报》综合报道,在某种特定情况下,美国可能输掉与俄罗斯或中国的战争。 美国CNBC9日援引知名智库兰德公司Rand的报告称,美国武装力量在现代化进程中落后于主要竞争对手俄罗斯和中国,无法充分抵御欧洲和东亚的挑战。 兰德公司被认为与美国五角大楼关系密切,以管为美国军方索要更多资金发声。 这份190页的报告中称,如今俄罗斯和中国是挑战美国国家利益的两大主要因素,中俄两国的现代化程度大大增加。 在特定情况下,美国或在战争中败给这两个强劲对手,尽管美中军事力量的比例为2,7比1。 而美俄力量悬殊为6比1。 报告提到,当前美军规模太大,五角大楼继续在规划中采用两线作战战略,但在当前形势下美国要应对的是一场大战。 此外,报告称,美国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应对挑战,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最大限度的有效利用其现有的众多下属机构。